本期是我的世界版马桶人系列第70集第一部分 为了不错过任何精彩的细节 请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 话不多说 咱们马上开始 在视频的开头 捡口人用手榴弹攻击着门中的马桶人 捡口阵营的武器看起来很先进 最右侧的捡口人拿着一个火焰喷射器 正在焚烧冲过来的马桶人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的火焰颜色 已经不是曾经的黄色 而是蓝色 目前所处的位置很像是一个检查站 捡口人们一边后撤 一边使用线弹枪攻击 这次我们也看到了衣着不一样的监控人 那是一个手拿线弹枪的监控人 他穿着一个黑色的封衣 但封衣下是一身黄色的西装 前方来了很多马桶人 他不得不撤退 那个穿着封衣的监控人 下一秒还是牺牲了 接着大量的马桶人战车来袭 他们的移动速度很快 主视角迅速拿起这个激光发射装置 开始发射激光炮反击 这威力真是太强大 在碰到马桶人的一瞬间 马桶人立马就会被打碎 我们也可以从这个细节中得知 这次的主视角监控人 正是第69级结尾出场的大摄像人 他拿着一把类似于 泰坦音响人的同款激光武器 这把激光武器的威力 并不弱于泰坦音响人的激光攻击 而且这里有一个细节需要注意 好像有一个人影正坐在车里 这个人会是神秘特工吗 屏幕前的大家觉得呢 主视角摄像人拿着激光武器 一边飞行一边清除所有的马桶人 简直是势不可挡 所向披靡 目前所处的区域是之前从未见到过的地形 在击败了所有马桶人后 主视角发现了一条传送带 但看不清楚传送带上放着的是什么东西 而就在这时 直升机马桶人也打断了主视角观察 主视角一边后退 一边躲避攻击 随即一发炮弹打在了主视角的右侧 一阵恍呼后 主视角发现左边有一个马桶人 已经准备进攻了 接着他迅速飞了过去 准备摧毁掉这个马桶人 可强大的激光武器 根本无法击穿对方的双甲 这个马桶人很明显的也进行了升级 拥有强大的防御力同时 还有四门导弹发射器 并且有着和击曼一样的强大激光 不过在关键时刻 马桶人听到了巨大的声响 是泰坦监控人来了 泰坦监控人用力冲撞马桶人 但马桶人的防御力很强 还在用激光反击 泰坦监控人立马绕到他的面前 用肩部的新型激光武器和核心 同时放出三道激光 快速将面前的马桶人们击败 背后还有一个马桶人在用激光攻击 我们可以发现 曾经济曼能使用的强大激光 现在一些普通的马桶人也可以使用了 这证明马桶人阵营已经迎来了全面的升级 不过这个激光威力显然不太够用 泰坦监控人两发激光炮 就将它解决 就在这时 左侧立马出现了一个 可以同时使用四门激光炮的马桶人 不过这个马桶人 被泰坦电视人一刀摧毁 然后泰坦音响人也赶来战场 三大泰坦聚集在一起 此时的泰坦电视人立马用核心 给泰坦音响人传输能量 在泰坦音响人得到这些强大的能量后 他全身都开始晃动 并且所有的武器都开始放出光芒 大量带着酸液的马桶人来到战场 泰坦音响人发出怒吼 用两把激光炮打出了过年的气氛 随后他又喷起背包快速突进 飞到马桶人身边 用激光炮狂轰乱炸 炸毁了所有的马桶人 泰坦监管人从旁边的马桶人身上 拆下了一条酸液手臂 并且他让马桶人吃了一发酸液泡 接下来 泰坦音响人回到了我们的身边 此时周围来了更多的马桶人 他们将泰坦们包围了起来 接着 泰坦音响人用核心的激光旋转扫射 这个场面真的是太酷了 所有酸液马桶人都被击落 随后 泰坦音响人坐在山上休息 看着旁边跌落的马桶人 他很是满足 而且泰坦音响人现在的武器 也不像刚才那样闪烁了 也就是说 泰坦电视人传输的能量已经耗尽 这些能量类似于充电一样 使用过后就会消失 随后我们看到了泰坦电视人得意的模样 接着出现了一阵音乐 这是DJ马桶人 没想到他居然获得了这么多的升级 他拥有了很多机械触手 还有一个巨大的音响 而且还配备了大量的武器装置 但突然有三个机械手臂抓住了他 一瞬间 DJ马桶人就嗝屁了 这个并不是新型的马桶人 这正是之前的UFO马桶人 泰坦监控人发射的激光炮 也被他轻易抓住 并把激光炮还给了泰坦监控人 泰坦电视人的攻击也被避开 泰坦电视人对面前马桶人的实力感到惊讶 拔出大剑想直接发动攻击 这一刻 我们首次听到了马桶人说的话 马桶人说 你们都会死 在马桶人说话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黑雾 电视人用之前的能力发动突袭 但是注意马桶人的眼神 他发现了这波突袭 并且轻松躲开了这一刀 还拿下了泰坦电视人的大剑 这个马桶人十分了解泰坦电视人的能力 因为在之前的战斗中 UFO马桶人已经偷看过这场战斗 马桶人躲避攻击 并把这把大剑还给了泰坦电视人之后 却迅速离开了 看来这个马桶人的实力很强 随手丢出的大剑 居然都刺穿了泰坦电视人的手臂 小黑我是没料到 会有实力这么强的马桶人登场 而最受欢迎的三个女角色 也赶来支援 并且她们三个也得到了升级进化 女音响人拥有了两把大长刀 女电视人得到了喷起背包 女监控人手臂上拥有了两把心事武器 主持角指指基地入口 随后大家一起冲进实验室中 在内部的小队 也一直注视着外部的情况 大家正在前往上方 可意外还是发生了 电梯开始摇晃了 所有灯光都消失了 监控人们打开自己的闪光灯 但这个时候墙壁上有影子 看起来是一个监控人 小黑我推测 这两个影子是在暗示 之前那个被抛弃的监控人即将归来 但这只是一个猜测 总而言之 这一集非常炸裂 给人的视觉体验也非常好 我们看到了监控阵营的全新升级 也看到了马桶人阵营的全新升级 两个阵营的实力目前又拉近了 很难分出胜负 我的世界马桶人系列 其实及第二部分来袭 这一集非常精彩 而我们的同人作品也制作得非常精良 视频的开头 难影响人与一众监控人 正在乘坐着电梯向上 突然电梯停电 众人纷纷警惕了起来 小队成员纷纷开启照明灯 大家一同看向了顶部 并且顶部开始传来剧烈的震动 随即电梯顶部炸裂开来 出现了一个监控人的身影 是援军到了吗 下一秒 一个蒙面马桶人出现 随即监控人便被扔了下来 同时发射了爆炸 接着蒙面马桶人从上跳了下来 可以看到 他左边配备有一把新式武器 随即他用右手攻击了左侧的监控人 此时其他监控人 也开始用激光枪对其发起攻击 但蒙面马桶人用其配备的新式武器 开始反击 还好无双战神与另一个监控人 反应迅速才没有被击中 难影响人 此时也趁机扔出了两把匕首 成功刺入了蒙面马桶人双眼 导致其失明 注意看 此时的蒙面马桶人还并没有改屁 他身后配备的炸弹装置 已经开始亮起了红灯 从这里可以得出 这个炸弹装置能够检测 当前蒙面马桶人的生命状态 一旦检测到其丧尸作战能力 就会开启自毁程序 被刺中的监控人 转身看了看身后的无双战神和大家 向大家做出最后的告别 无双战神也顿时明白了 这个监控人要牺牲自己拯救大家 下一秒监控人用力拉着蒙面马桶人 一起从一侧洞中掉了下去 对机发生了剧烈爆炸 难影响人 看了看一旁的武器 接着无双战神走上前去 捡起了这把武器 他继承了牺牲队友的一致 继续前进 而无双战神也迅速捡起地上的武器 因为刚刚的爆炸 导致电梯随时可能出现急速下坠 大家必须要尽快撤离 难影响人开始一个个的将监控人带离开 但是并没有来带主视角无双战神 而无双战神似乎也不需要 他开始用自己配备的锋利爪子 通过爬墙逃离 快要爬上去时 可以看到难影响人似乎要拉无双战神一把 但是无双战神并不领情 直接当场拒绝 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得出来 无双战神在前面的剧情中 因为难影响人抛弃队友这件事 还怀恨在心 虽然小黑我觉得 难影响人在前面剧情中这样做没有错 但是站在无双战神的角度上 他还是无法原谅难影响人 两人之间的隔阂也越来越深 如果刚刚无双战神能够接受难影响人的帮助 我相信两人的关系能够迅速缓和 但事实并没有朝着我期待的方向发展 爬上来后 这里还处于断电的状态 难影响人一脸失落地站在那 粉衬衣监控人指了指他的右侧 无双战神随即拿出自己的狼牙马桶踹 开始朝着漆黑的环境中走去 走了没几步 到拐角处后 无双战神便发现了一个大型的马桶人 他似乎正在巡逻 接着无双战神扭过头 后方也出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马桶人 他们都带着照明灯 众人迅速地关闭自己的照明灯 以免被敌人发现 无双战神也随即开启了自己夜视功能 小队开始谨慎地朝前走去 突然周围的所有灯光都亮了起来 众人全部被暴露 粉衬衣监控人迅速打开一侧的大门 大家开始迅速逃跑 粉衬衣监控人不断地开启了前方的门禁 众人纷纷跟在其后方全力逃跑 最后大家来到了一处卷帘门这儿 粉衬衣监控人再次打开门禁后 无双战神一行人迅速跟了进来 同时他也不忘回头查看后方的男音响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 其实无双战神还是很关心男音响人的 接着无双战神环视四周 这里有两个玻璃容器 里面是一把刀和一把剑 还有一个类似于博士的机械触手 在机械触手的上方还有一把更大的匕首 我总感觉这把巨型的匕首有些似曾相识 我感觉是泰坦音响人曾经拿过类似于这种巨大的匕首 屏幕前的你们觉得呢 接着还看到了一个蜘蛛型监控头 我记得没错的话 蜘蛛监控头已经很多集没有再出现过了 旁边还有一个巨型的手臂 我感觉这像是早期泰坦监控人被破坏的手臂 这里还有早期泰坦音响人使用过的粒子能量炮 紧接着右侧还有一台大音响 这就是早期泰坦音响人后背配置的音响 无双战神开始朝着前方的桌子走去 随即他拿起了桌子上的卡片 上面印有博士和UFO马桶人的脸 而且还写了一堆我看不懂的文字 不过小黑我仔细穿摸了一下 这写着的好像就是马桶人的主题曲 想必经常追这个系列的粉丝们应该都会唱了 我就不多介绍了 接下来还有一张更加大的合照 这张合照小黑我暂时捕捉不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 无双战神接着看向了一旁的粉衬衣监控人 而他的手上拿着一本书 书的封面上是一个电视机的logo 并且不只有一本 说明这是电视人的书籍 突然下一秒 本身监控人就遭到了无击 这个马桶人配备有机械触手 还有一块电视屏幕 此时大家肯定有疑问了 这个马桶人是从哪里进来的 我推测是刚刚众人进来时 这个马桶人已经猫到了门口旁边的箱子后 随后他使用了红光照射攻击 无双战神还没来得及戴上护目镜 接着他便被控制了大脑 遭到了魅惑 通过暂停画面我们可以看到 屏幕上浮现的文字意思就是 Under yourself 结束你自己 就在无双战神准备结果自己时 男影响人迅速将前方的监控人推倒 节里将无双战神推倒 救下了二人 无双战神也迅速拿出护目镜 而另一个监控人没有护目镜 却没那么幸运了 他还是结束了自己 前方的男影响人此时已经摁在地上摩擦 情况危急 无双战神用自己的狼牙马桶踹 击碎了马桶人的电视屏幕 接着又发射了两发麻醉飞镖 致马桶人失明 男影响人迅速使用声波攻击 无双战神也趁机用自己的狼牙马桶踹 彻底结束了这个马桶人 现在整个小队已经剩下了 无双战神与男影响人两个 无双战神扭头看了看一旁 倒在地上的粉尘衣监控人 接着他捡起了一旁掉在地上的手机 粉尘衣监控人嗝屁了吗 我感觉并没有嗝屁 可能只是暂时的昏厥了过去 男影响人打破了玻璃容器 拿走了里面的武器 无双战神也打碎了一个玻璃罩 拿走了里面的耳机 还拿走了旁边一台助推器 两人拿完装备后 无双战神用粉尘衣监控人的手机 打开了门记 两人在门前用眼神交流了一下 接着无双战神便率先走了出去 外面的走廊灯光很暗 给我一种这像是在后世的感觉 无双战神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迅速地飞向了左侧 本期到此结束 哈喽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 本期是我的世界版马斗人系列第七十集第三部分 这一集足够有六分钟 这应该是目前最长的一集 我们话不多说 直接进入剧情 为了不错过任何精彩的片段和细节 请屏幕前的大家一定要聚精会神观看 剧情开始 紧接着第二部分的结尾 无双战神拿着设备开启了面前的大门 困难音响人一起严阵以待 两人准备探索更深处 这集和上集不同的是 无双战神先看向了右边 这时候有人在砸门 二人并不清楚砸门的是友军还是马桶人 无双战神没有理会 直接朝着左侧的走廊飞去 在走廊的另一头 有马桶人在巡逻 无双战神正要进入对面的大门 突然一个马桶人出来了 在这危机时刻 右上角出现了信号错误的提示 这意味着神秘特工发动了能力 而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 这个马桶人根本没有发现无双战神 无双战神接下来也懵了 自己竟然隐身了 待危机解除后 身后的难音响人也刚刚从隐身状态中显现出来 而这个时候我们注意看后面的监控人 他的身上闪着绿光 应该是被神秘特工操控了 又或者是带着神秘特工给予的能力 来帮助无双战神 这里我们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监控人目前的身体形态并没有虚化 所以它是一个实体并不是幽灵形态 当马桶人继续向前走后 这个监控人的身体才逐渐虚化 而难音响人告诉无双战神 要抓紧时间前进了 两个好兄弟继续前进 在大门关上的瞬间 无双战神用手中的设备重新开启大门 而房间内的画面令我目瞪口呆 这是博士本体所在的位置 但这并非是神秘特工在和马桶博士对话 因为从右上角的提示可以知道 此时的画面只有无双战神可以看到 并且神秘特工的视线 也是在和无双战神对视的 神秘特工离开后 博士实际上看到的只是一些信息 他看不清上面具体是什么内容 可能是目前的战况 博士也发现了身后的异常 但看到两人后 他竟然露出了笑容 刚才离开的马桶人也回来了 无双战神赶紧将大门关闭 并且飞起来躲避机关攻击 看着博士的表情 很明显出乎了他的意料 但他立马又再次笑了起来 他按下了自己胸前的按钮 实验室中的激光手炮开始攻击 可令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 无双战神手中的设备 什么都可以操控 竟然能直接让博士的激光炮停止攻击 但另一个激光炮也炸上了无双战神 博士想趁机溜走 但这次他失败了 他被关在了门内 可以看到博士的表情再次变化 他此时很是震惊 随即他选择传送离开 同时他做了一个离开的手势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 无双战神的设备 竟然也能阻止博士的传送 博士淘宝的计划全部失败 现在他只能选择战斗 博士的本体也并不弱 这波激光攻击威力很大 男音响人从侧面用长矛转移博士的注意力 接着他举起匕首冲了上去 博士的机械手臂很灵活 他立马抓住男音响人 无双战神也趁机发起偷袭 但下一秒 无双战神就被击飞了 而男音响人直接被撕成两半 我去 这简直不能忍啊 无双战神看到这一幕失去了理智 但他也被机械手臂抓住 男音响人还在用最后的力气进行战斗 他为无双战神拖延了时间 无双战神也用自己手中的狼牙马捅揣 成功致使博士的左眼失明 但这攻击并不足以击败博士 无双战神也只能紧急用手中的枪进行格挡 幸好他扛中了一部分的激光 可博士选择先炸毁无力反抗的男音响人 这一刻 无双战神也被炸得半残 他无力反抗 博士并没有选择彻底摧毁无双战神 他直接开启传送 留着无双战神看着眼前的一切 关键时刻 大门突然被开启 而这个大门 小黑我还不清楚 这究竟是怎样被电视人打开的 因为他没有使用设备 也没有选择强行摧毁 但大门就这样被打开了 大电视人立马发动能力 博士用来逃跑的黑物都被吸走 博士来不及思考发生了什么 他立刻抬起激光炮反击 大电视人用强烈的光波将博士击退 监控人们用电击枪尝试控制他 但博士依旧启动了新设备 他跳到了实验室下方的空间中 大电视人只是向下看了一眼 就让所有人赶紧后退 博士在实验室的下方还留着一个身躯 而大电视人们居然没有依靠任何设备 能将大门关上 这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方 屏幕前的大家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 我们来看看博士的新身体 这个激光的威力能有多么强 一瞬间他就将大门直接炸开 这激光明显要比之前的激光更加先进 而监控人阵营分头行动 此时后方又来了另一支小队 三位女角色 他们直接潜入了博士的身体 准备直接攻击本体 而大摄像人带着超强的激光炮发动攻击 博士也感受到了这强劲的攻击 迅速展开反击 两个人在房间中激烈的对攻 在博士转身后 我们也看到了三个女角色 在博士身后开了一个大洞 再给这个巨大的身体出能 大摄像人被这波强烈的攻击击落 不过他并没有就此领了盒饭 博士微笑着正要摧毁大摄像人 但这波攻击立马就停下了 因为他的本体遭受攻击 所以他开始疯狂的大叫 他的身体到处乱撞 这个身体被三个女联盟角色从内部瓦解 博士先摘下了女电视人的头部电视 一边飞行 一边把女监控人和女影响人甩了下来 博士站在对岸 愤怒的看着三人 而我们的三姐妹花 也准备将这博士彻底摧毁 博士思考过后 决定进行逃跑 他打开天花板的大门准备离开 可当天花板开启的一瞬间 嘿嘿 来了 这一幕真是让小黑我激动的快飞了起来 在之前的战斗 联盟阵营都处于无尽的黑暗之中 而这一刻 联盟阵营终于迎来了胜利的曙光 博士已经被恐惧吓得不知所措 他正在疯狂地大叫着 但这一切已经晚了 没有什么用了 泰坦监控人将他抓住 直接用自己能量核心射出激光 给他来了个灼烤 随后他递给了泰坦电视人 泰坦电视人将他一捏 最后递给了泰坦音响人 音响人非常愤怒 此刻他似乎把这70多集 对博士的愤怒都发泄了出来 他发动强烈的音波进行攻击 然后开始疯狂地锤打博士 最重要的是 我们此时可以看到 泰坦电视人的电视屏幕居然碎了 这一个细节可以说明 在此期间 泰坦们还进行了另一场战斗 但是能击碎泰坦电视人屏幕的马桶人 基本不存在 除了升级后的UFO马桶人 那就只可能是基曼干的 或许基曼已经早已领了盒饭 博士被彻底摧毁后 无双战神摘下了护目镜 大电视人也出现在面前 表示问题不大 自己只是一点小擦伤 而无双战神也爬向南音响人 南音响人用尽最后的力气 告别后 他牺牲了 联盟的所有人 都会永远记住这一刻 而对岸的红衬衣监控人目睹一切后就离开了 这时候 无双战神被神秘特工所影响 也看到了隐藏在后面的另外两个监控人 这两个监控人大家可能不知道是谁 实际上 这两人就是之前被那个大马桶人摧毁的监控人 现在我们再看这一段 你就会发现 实际上根本没看到两人被摧毁的画面 也就是说 两人在被摧毁之前就隐身或者传送了 他们一直躲在暗处帮助监控人阵营 他们两个也会发出绿光 将无双战神的思绪带到另一个时空 我们在这里看到了背后神秘特工的真面目 桌面上放着监控器和音响 或许这代表着监控人阵营就是神秘特工制造出来的 神秘特工此时也开口与无双战神对话 他说 干得漂亮 但接下来还将迎来一个更大的敌人 这也证明了小黑之前的推测是对的 这个升级后的UFO马桶人将接管马桶阵营 而无双战神知道了太多的秘密 所以神秘特工决定摧毁无双战神 说完后 神秘特工闭上眼默哀 随后 无双战神的身体开始自然 他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情况 女监控人想上前帮忙 却被女电视人阻止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 无双战神望向泰坦监控人 他竖起了一个大拇指 可泰坦监控人看到这一幕也惊呆了 泰坦监控人仔细盯着无双战神 他不知道这究竟是为什么 最后在火焰中 无双战神彻底告别了自己的同伴 这一刻被在场所有人都目睹着 本集到此结束 在马桶人第70集第三部分的结尾 其实还隐藏了一段剧情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这是一些受伤的监控人 在屏幕后为牺牲的同伴们 竖起了大拇指 那个被木棍刺中的监控人 应该是在第65集天台上受伤的吧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 后方的仪器上 出现了泰坦监控人的能量核心 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核心出现在这儿 看起来极其的违和 不知道原作想表达什么 中间坐着的这两个监控人 大家还有印象吗 左侧的这个监控人 在原版中应该是红色的领带 而他在49集中出现过 随后我们还能看到监控人工程师 和监控人科学家 还有一个红色衬衫的大摄像人 他也坐在轮椅上 这个大摄像人在第34集出现过 这里还有一个新面孔 这是一个戴着帽子 穿着风衣的监控人 我暂且叫他绅士监控人 这个监控人好像在前面的剧情中 并未见到过 最重要的是 刚刚在场所有人都伸出了手点赞 但唯独他没有点赞 那他为什么不点赞呢 大家可不要学他 该给小黑视频点赞的请别忘了 另外作者为什么要放出这段隐藏剧情呢 这是否暗示着 在70集第三部分中 牺牲的无双战胜和难影响人 其实是可以被拯救回来的 这里的每个监控人伤势都很严重 都可以被救回来 所以小黑我个人认为 在后面的剧情中 暂时失去的人员 会根据剧情需要再次回归的 凭不前的你们觉得呢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和理解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另外喜欢小黑制作这种系列的 请不要忘了多多支持 订阅我的频道和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咯 点关注不迷路